自从去年发生导致130人死亡的巴黎恐袭事件之后 法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并加强了边界检查 因为法国方面安检缓慢 通往英法多佛杜伦港的英国肯特地区公路上 出现了长达14小时的严重拥堵 英国肯特郡警方警告说 堵车的情况还可能持续36到48小时 司机们怨声载道 一些司机抱怨说等了10个小时才能向前移动一英里 很多司机被迫在车上过夜 英国肯特郡地方政府说 22号晚上通往法国的七条车道检查站中 只有三条开通 最糟糕的时候 只有一名法国官员在检查上百辆长途客车上的人员 以至于每辆大巴长途客车需要检查40分钟才能过关放行 所以我们皆有场置于10个小时的小时的小时的电路 切到一条状态的一条 只在一条 没有